花小钱办大事 你现在花三十多万 你就能买到头一批三年的麻辣一总裁 然后你问我买马莎怎么可能比保时捷帕拉美拉得劲呢 总裁家人们从一三年到现在他没有换贷呀 嗯 帕拉美拉 那17年换贷之后 你现在买一个三十多万四十多万的帕拉美拉那不纯纯老款吗 麻辣一总裁他是现款呢 今天我以马莎车主的角度带你们了解一下 麻辣拉的应该怎么买才能让自己不疲惫 首先当你看到一台马莎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情要问 卖家这台车有没有商业险 如果说没有商业险再续吧 兄弟们容易天塌了 你开这一台没有商业险的这么一台麻辣拉的 一个大灯 一个前杠 一个框架 一个冷凝器 再加一个叶子板 再加一个机盖 简简单单 前头一个小碰 兄弟们修车你到赛店 得花起码十大几万 甚至要二多万 别问我 我怎么知道的 我是车上 我查个记录 太吓人了 然后呢 除了这台车有没有商业险之外 还得注意一下这台车的功率数 3.0T双涡轮增压的麻辣拉机发动机 切记家人们 这玩意儿 到了85公里 开始疯狂给你颠堵 首先涡轮坏 左边坏了 右边坏 右边坏了 左边坏 换涡轮需要把发动机端下来换 要不然换不了 跟宝马的N54发动机一个道理 所以说 功率数大的麻辣拉机别碰 那你可能问我 那功率数少的一三一四年三十多万四十来万的预算买麻辣一种才能买到 功率数少的吗 可以啊 外观颜色咱不挑 内饰咱选个米色的 相对价格可以便宜一些 这个 外观跟内饰是 这一台麻辣拉机主要 它的价格高低区分 那红内饰或者是深色内饰可能价格会高一点 然后外观白色的话 价格可能高一点 咱不行 咱挑一个灰色 棕色 甚至红色外观 价格低一点 内饰挑一个米色的 这种 不值钱的颜色 但是注重一下它的功率数 绝对会让你得到一台满满灯灯的麻辣拉机总裁 你可能觉得一台老豪车年线长了之后会让你修帽颜 但是你切记 只要说功率数少凶的问题不大 我毕竟在这些个老咕噜棒子身上 花了太多的时间 太多的钱 花钱买了很多认知 你可以不相信一个车商老师说的话 但是 作为车主跟你坦诚相待 我建议你能听进去那么一点点 只需要那么一点点 能让你毙了很多坑 同意的点赞